這邊不會罰 到樓下會罰 旅客下飛機出閘門 開始大排長龍 不僅航警每個包包都仔細看 也有民眾怕被罰 主動把肉乾棄制 桃園機場實施100%的 首替代檢查 內政部長徐國勇也到場視察 第一班大概只花了12分鐘 對 保護台灣 不會覺得麻煩 不會了 防疫神全民工作 大部分旅客也都能諒解 不過還是屢屢有人想闖關 15號晚間就有一名帛琉級的女子 從美國託運16.5公斤的豬肉 途經台灣轉機 被海關查獲 雖然肉品不是來自疫區 還是被開罰 新台幣1萬元 就怕過年快到 旅客量一多成為防疫漏洞 農委會第五次 中央災害應變會議 提出機場防疫三道防線 桃園機場的部分 針對香港澳門 以及大陸地區 每天112個入境航班 人工逐一檢查 手提行李 並且設立宣導立牌 最後拖運行李全數要經X光機檢查 一區航班 則是集中有防疫權檢查 整個春節 在整個旅客的數量 比平常會大幅增加的情況之下 對於手提行李的百分之百的檢查以外 我們要重拾要兼顧到 整個通關的一個效率 松山台中台南機場入境的手提行李 交由X光機和防疫權檢查 小港機場則是有另外人工檢查 農委會也表示 為了有效遏止外籍旅客違規 如果與其未繳罰款者 再來台灣 除非當場絞輕 否則無法入境 春節前加強防疫措施 就是為了要保護台灣2000億養豬產業的產值 確保防疫零漏洞 記得華少平 許雙方 台北報導